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8号周一的股市大攻略 我是益国青 台股从上个礼拜三 这一天 杀出一根红棒之后 那一天在这个节目上 就跟大家讲 我说你小心一下 因为 重新跌回到月线之后 可是这一次的走势 跟12月走势完全不一样 因为当时 也是大盘从11月一路上涨之后 在这一天 是整个指数 第一次压回到月线这边来 可是当天的月线 收了一根长下影线 而且收盘 还收实体的小红线 而且还收在十字线之上 所以当时在这个地方 我就跟你讲 这两个比起来 上个礼拜三 这根黑棒是完全的 可以说是当天 已经是一根大黑棒 而且收盘的位置 连月线 已经没有站上去 通常来说 如果说走势 多头力道够强的话 通常当天打回到月线 起码当天 就应该收一根下影线 才对 可是当天 这个下影线 收的非常的短 而且再讲一次 当天收盘的位置 已经没有站上月线 所以当时在上个礼拜三 我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我说这个盘 如果隔天 不能够赶快 重新出现一根中红线 回到十字线之上的话 那这个盘 后面几乎已经注定 要进入盘整了 从上个礼拜 四礼拜五的两根小黑棒 更明显的看得出来 这个盘就是要进入整理 那好了 那这个上个礼拜 美股经过连续几天下跌之后 终于在上个礼拜五 出现了小幅的反弹 那费半大概反弹到0.6%左右 好 所以今天的台股 好吧 前半场勉勉强强 往上反弹了一下 可是今天收盘的位置 仍然收在月线之下 而且今天盘中的高点 也是勉勉强强弹到十字线 就是蓝色这一条了 勉勉强强弹到这个附近 也都没有再上去 所以目前以这个形 结构来说 目前整个大盘 我还是提醒大家 要继续整理 要继续整理 那目前是因为有这个 大家信之肚明 有这个公股行库在撑那个盘 那如果说这个盘撑不住的话 那这个盘在月线这条 已经横盘三天了 那这个 一旦美股那个地方 如果再出现什么闪失 譬如说又出现一两天的这种 这种错的话 那这个加券指数本身 要往下跌 那这个几率会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到了今天 我还是提醒你 从上个礼拜上 我就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我说这个盘 已经不可避免要进入整理了 当然了 通常整理有两种形态 如果说多头力道够强的话 大盘以盘代跌 可是实际上 以盘代跌 那基本上也得守在月线之上 去以盘代跌 不是跌破月线之下 在下面以盘代跌 通常这种叫做盘久必跌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上个礼拜 我就跟大家讲 我说这个地方 你尽量把现金多抽出来一些 尤其是 如果你的手上是一些弱势股的话 问你是怎么定义弱势股 我说老师 那到底怎么样去判断 弱势股不弱势股 很简单 你手上的股票 比大盘还弱的话 你譬如说 最起码大盘 这个上个礼拜四礼拜五 加上今天 还在这个上个礼拜三 的低档这个地方 起码在礼拜三的这个 低档这个地方 还没有算是正式跌破了 可是问题是 你的股票 这两三天 已经不断不断的 在创短线性低的话 那那个股票 就叫做弱势股 这是很好判断 什么叫强势股 这个大盘跌 你的股票不跌 甚至涨 或大盘涨 你的股票涨的 是比大盘更强的话 那叫做强势股 所以如果说你是 刚进股市的话 什么叫强弱势股 那我也会跟你 把定义讲得 非常的清楚 这样OK吗 好 那话我讲回来了 如果这两三天 你的股票 一路一直不断的 在创短线性低的话 那我奉劝你 就算你是赔钱 还是要把这些股票 稍微先处理一下 绝对不可以鸵鸟心态 只会在股市里面 为什么股市是二八法则 因为绝大多数的 这个散户投资人 一旦股票被套住的时候 就想开始凹 就想开始凹 想说哎呀 我股票出掉 就赔钱 因为始终都有这种心态 所以呢 一旦被套住 就很舍不得买 想说我再凹凹看 再凹凹看 我一直在讲 通常 如果是弱势股的话 你越凹 它只会跌越多而已 股票为什么弱势 一定阻力跑掉 一定是阻力跑掉 如果阻力还在里面的股票 它怎么会弱势呢 既然阻力跑掉了 而你不跑 那我请问你 这种股票后面会怎么样 如果阻力跑掉了以后 那股票就是随时 就是一路跌 对不对 那如果说是 你的股票是比较弱的股票 然后你套在那个地方 你还先想说 哎呀这个看过两天 能不能够解套 人家大户阻力都跑掉了 你解什么套 而且重点是 就算你赔个5%10% 能出一下 暂时先出来没有关系 我跟各位讲 在股市里面 这个老手都知道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你看看去年多少投资人套在 那个广达技嘉伪创里面 对不对 然后呢 从去年的七八月 一路套套套套套 套到去年 可以说套到现在 然后呢 当去年11月到12月 大盘这一波急涨 好多的股票 譬如说什么消费性电子 这个很多的消费性IC 当在这个地方 开始大涨的时候 广达技嘉伪创呢 还躺平在低 躺平在下面 动都不会动 可是就是因为很多人 当时去年都套在那些股票里面 所以当新的主流股出来 当大盘开始重新上涨的时候 糟糕 你没有资金 去做下一波的强势股 各位 这就是股市很多的散户 为什么一套再套 一套再套 到最后啊 根本没有办法 再去追下一波的强势股 所以在这个地方 既然大盘在这个地方 做整理的这个几率 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那好汉不死眼前亏 对不对 宁可 弱势股先出一下 没有关系 把现金先抽出来 那等大盘呢 整理完以后 当下一波新的强势股出现之后 那你就有很多的现金 去买下一波的强势股 各位 这才是你在股市里面 真正的赚钱之道 因为我再讲一次 如果你是弱势股 就算下一波 就算大盘整理完了 重新起下一波 你的股票可能还套在上面 就跟广大技嘉伟创一样 那如果说下一波 开始别的强势股出来了 而你的股票套在这个地方 没有新的资金 去做下一波的话 各位 那你做股票等于是两次被套 你懂意思吗 所以在这 我已经算是 连续三天在提醒大家 在这个地方 你尽量把现金多抽一些出来 尤其弱势股的话 不要鸵鸟心态 小赔无所谓 先抽出来 虽然说 每一天盘面上 都有涨停的股票 也有短线轮动的这些 所谓的短线的强势产业 但是大家心知肚明 目前盘面上 今天涨停的股票 明天不一定涨停 今天涨的股票 可能明天开个高 就给你跌下去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盘面 轮动很快的情况之下 你不要去随便去乱 乱追一些短线涨多的股票 这来讲是比较重要一点 所以 与其在这个地方 你短线抢来抢去 我说过了 就 目前整个的操作的策略来讲 两个策略 第一个 你手脚不够快的话 我说过 你尽量先保有现金 等这个地方 大盘整理完之后 我跟我讲 我会再说 一个分析师 能够真正带你赚钱的分析师 绝对不是死多头 也不是死空头 当大盘上来的时候 明明就在走一个多头坡 我一定会叫你进去 赶快进去买股票 然后 而且会把每一坡的强势股 我都事先会跟你讲 但是当大盘 明明对不对 像这种地方 明明开始要进入整理 要进入整理的时候的话 我在这地方 我也不会跟你讲 我也不是死多头 我不会一年365天 天天给你喊多 等于是吧 所以来讲的话很重要 好吧 那其实我刚讲过 在这个地方 这个强弱势股 你要先搞清楚 当然了 以目前来说 你看 友达今天在创这一波的新高 那群创呢 也在创这一波的新高 实在讲说 真的目前盘面上 你看其他股票 涨一天跌几天 然后这个 很多都还在创短线新低的 可是面板这些股票 到现在表现来讲的话 确实就是很强势 而且重点是 这几天我相信 人人开始跟你讲面板 对吧 可是这问题我请问你 真正 真正 当时在12月初的时候 12月6号那天 你知道这是哪一天吗 这里 在这里 这里 在这个地方 市场上 有谁跟你讲面板 除了维国庆之外 谁会在这个地方 跟你讲面板 但是 12月6号那一天 你有没有看股市大攻略 或是当时 你们已经加入我的群组了 当时我就已经领先市场 在告诉你说 面板这一块再开始足底 反正进去开始布局破断的部位了 因为当时我就跟你讲 当时从产业的角度来说 因为中国大陆那边那些大的面板厂都在减产 那他们的减产对于台厂来讲绝对就是好消息 对不对 因为几乎每一个产品 因为中国大陆那边他们的厂都是规模太大 所以经常都是用销价竞争的方式 在这个抢占市场 所以当每一个产品 尤其你说像这种电子 电子里面比较成熟的东西 像面板像什么太阳能 很多这些东西 当他们的大厂 开始扩厂抢市场的时候 对台厂来讲都是很大的压力 所以一定景气往下掉 但是当他们开始减产的时候 对台厂来讲的话 这种这个循环股觉得都是好消息 所以当时在12月6号那一天 我就跟你讲了 我说这个月威庆我的团队 我们早就已经知道 这个大陆那边的减产已经很明显出来了 所以呢对台厂来讲的话 这个低点到了 12月6号是哪一天你知道吗 这一天 对 以友达来讲这一天是12月6号 我给你预告完之后 股价短线还跌喔 那更好啊 越跌越对不对 才进去买便宜货 你看到了今天 相对于12月6号 今天跑到这边来 全然也是12月6号是这一天 到今天股价在这个地方 对那这才叫做 什么叫做事先比市场上更早秀出来 有这样子一个情况出现 好 那anyway 对就是因为目前这个他们那边的减产呢 因为减产它的利多不是一天两天 它是一定是维持一段时间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像友达这个群创啊 股价能够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波段往上走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 而且重点是 各位因为说真的 面板 这两只 这个所谓的面板双虎 因为对于散户来讲 散户都不喜欢这些股票 对不对 哎 这股票已经长 已经长线跌太久了 而且是大牛股 所以呢 当我在给你做预告的时候 也许你也不认同 说老师 这种股票算了吧 面板看看就好了 这就是绝大多数人的心态 可是呢 当这几天 当大盘本身不好的时候 当很多的电子股在跌的时候 反而这些股票看起来 哎呀不买好可惜了 对不对 所以股市为什么是二八法则 因为每一次 当一只股票在低档区的时候 市场上不会跟你讲这些股票 也许你自己都看不起这些股票 哎呀买这种股票 还有大牛股没意思 但是各位 股票这种东西 任何的股票总是有涨有跌 再好的股票 如果说这个整体的情况不够的话 我们讲白讲台积电好了 过去几年台积电被叫做护国神山 然后呢 是所有台湾的散户 所谓的这个存股的第一标的 当然在六百六十几块的时候 六百多块钱在上面的时候 人人跟你说台积电叫做护国神山 你觉得不买台积电好像是对不起自己一样 但到了今天呢 多少能套到六百块钱以上 所以各位 我说股票这种东西 真的不是这个 不是随着市场去下起哄 各位懂那意思没有 而且你看呢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 那就是一直在考验一个分析师 能不能够当市场上不注意他的时候 我反而能够事先告诉你 这才是重点 好吧 而且各位其实讲到今天这个面 不过当然了 在这个地方 各位我也跟你讲了 我可不是叫你明天进去抢这个面板股 因为毕竟他们已经往上涨了一波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短线反而容易来会出现震荡 不过当然了 因为这个就产业 从标股无力的产业来讲的话 面板在这个地方 前景来说 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那所以重点是 那这些股票 如果短线有回 那回到什么地方 是一个短线介入的好买点 那个比较重要 那为什么我带着会员 我在做这个地方 所以呢我也欢迎你过来 如果说你也觉得说 老师讲的对 这个其实看起来看起来 目前现在电子股 尤其高价股跌的稀里哗啦 对不对 那反而是这个 这些低价股呢 反而看起来 机会是比较好一点 好吧 那这个地方 那短线再来该怎么做 哪里是个买点 欢迎你过来跟上 各位 其实我说这股票这种东西 我说真的 在低档区 大家不注意不喜欢 非要涨了一大段 哎呀觉得不满好可惜 但是呢 那我就问你另外一件事情 各位 那记不记得 在前一段时间呢 有几支股票非常的红 红基 人保 华硕 当时这一波炒上来 这三支股票这一波大涨 是给你炒什么东西 AIPC 哎 当时在那波一样啊 当时在刚起涨的时候 也没人跟你谈什么AIPC 都要已经涨到这个地方来 啊 市场就开始人家想说 哎呀这个AIPC 就开始人家跟你喊AIPC 我相信很多人到这个地方 进去抢了红基 或者是另外两支股票 哎 就跌回来了 可是各位 当时在这个地方 真的涨上去的时候 我好几次在我的群组上 在节目上 我说这股票涨上来 你千万不要再去乱追了 因为啊 这个第一个 这一波这几支股票 炒所谓的这个AIPC的这个题材 我在讲 我说各位 根本连题材都讲错 因为啊 这个东西 他们出的不是什么PC啦 都是NB 精确讲一下 叫做AIP NB 来 但重点是 我当时特别讲一个重点 我说 以这些所谓的 这些所谓的AI的NB 来讲的话呢 大概它的价格 都在差不多 四万五千块左右 这个是华硕的啦 或者像这些来讲 微星呢 这种AINB啊 大概都在所谓的 这个四万五千块钱附近 可是当时我会讲 我说 来我问你 那你真的会 想要花一个四万五千块钱 去换一个所谓的这个AIPC吗 或者所谓的AINB吗 嗯 当时我特别讲说 因为当时在 你看他们这些规格 其实也没有亮点 我还特别调调说 你去看看这些 所谓的这几家公司里面 这个所谓的相关的 所谓的AIPC的 这些星机里面的这个规格 没什么亮点了 没有什么亮点 按这样子没有什么亮点 你愿意花个四万五千块钱 去换一台新笔电吗 各位 而且重点是 难道只有AIPC或是AINB 才能够跑AI的模型吗 答案绝对不是 我问你喔 其实啊 现在你自己的电脑 这个 基本上只要不是太旧的电脑 你去买一张显卡 然后去安装那个Stable Diffusion 来跑啊 都已经可以跑出很好的东西出来了 那 就算你不买这个显卡好了 你就用这个 你之前电脑里面内建的 显卡来跑 其实也可以啦 只是插的是说 也许速度稍微慢一点啦 跑出来这个图片 那个精湿度也许差一点点 但是不是不能用啊 那就以这个来讲的话 我就问你嘛 那市场上你认为有换机槽吗 各位 通常来炒这种东西 炒这种东西啊 什么新的 什么新 比如说像这个手机啊 什么 什么 什么iPhone X 什么 跳到iPhone X 跳到iPhone X 或者说这个什么 什么NB什么东西 当出来一个新的产品的时候 一般都认为说 会引起一阵所谓的换机槽 但是 换机槽 那个换机槽 真的会出来吗 其实你看现在的 现在的智慧型手机 你说像iPhone 15 从iPhone 14跳15 有换机槽吗 没有啊 对不对 实际上已经 大家都觉得 手上现有的已经够用了 所以啊 甚至啊 其实啊 就这个目前的这个电脑来说的话呢 其实真正跟AI 比较有关的话 其实只有它一个所谓的NPU 这个东西 叫做这个神经网络 处理单元的这个东西了 因为这个其实 这个以电脑来讲的话呢 从一开始的这个CPU 中央处理器 到后来呢 因为这个电玩游戏 为了增加这个图像处理的这个速度 所以到GPU嘛 这就是所谓的NVIDIA 最擅长的这一块 那未来在AI的世界里面的话 那这个所谓的这个处理器啊 从CPU 进化到GPU 再进化到NPU 但是说真的 但是这个东西啊 这个 整个比起来的话 也其实它是一个速度的问题而已 甚至呢 手机 未来这个AI手机啊 可能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运作呢 其实基本上也不输给这个NIPC了 而且手机再怎么买 大概就2万多块钱吧 所以当时我就讲 我说在这个地方 你去看看那个性价比 真的不要 这个市场上啊 这个给你炒一个什么东西啊 什么AIPC 当时就哇 了不起了 以为又回到去年五六七月份 炒那个什么广大技嘉尾创呢 嗯 水柜你看对不对 一回回的速度都很快的 好啦 不过当然呢 这一波大涨 当时我一直跟你讲 我说你不要再 不要去乱追一通喔 因为我说过 这东西做股票这种东西 你不要只是人云亦云 当时在这个地方 人人给你喊这个AIPC 但是当时我就提醒大家 我说 每个人都给你喊AIPC 问题是 给你讲AIPC的那些人 不管什么分析师啦 什么头骨老师啦 他们真的有去用心去看一看 AIPC是什么东西吗 里面的规格是怎么样吗 当时我讲说 连那个题材都讲错 因为目前有的不是AIPC 不是桌上行的 都是NB啦 对不对 我说都是这些东西啦 而且那个规格 我找出去仔细看过 那规格实在不吸引人 好吧 水柜喔 做股票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样子 你真的能够在市场 不注意的时候 你反而去注意到 这个产业 或者这个股票 反而有机会了 你这样你做股票 你才能赚到钱了 对不对 你才能说要逢低买进 不要到了这种地方 大家跟你讲说 你觉得不买好可惜 都买到那高点去 不过当然的话讲回来了 其实红季也好 这个 人宝也好 华硕也好 这个这一波有拉回 我说每一次 当股票拉回的话 再怎么办 如果你有这些股票 再该如何操作 或是你没有的话 你真想去抢个短线 那哪里可以进去买 各位我说 这股票两件事情 一个从我的标股五律 去找未来能够大涨的股票 但是呢 回归在操作面上 尤其当股票在跌的时候的话 你要看另外一样东西 是吗 大户线了对不对 好 那我也跟你讲 以红季来说 目前大户线 这个支一在 差不多在48块7.5 这个地方 大关键差不多46块 4599 我们取个整数吧 46块 那你就注意这两个地方 最差最差 最后再回的话 最差最差 是这个 这个地方 不能再跌破 出现卖出讯号 如果不出现卖出讯号 在这边的话 短线不跌了 那你去抢个短 也许还有个机会 但是 再来注意 大关键的支撑在什么地方 不能再跌破 这样你也够清楚了吗 都是一样 那人保的话 目前在 他已经 其实人保已经把这个 小支撑跌破掉了 目前最后剩下一个大的 在这个地方 你特别注意一下 可以这样也够清楚吗 所以说股票这种东西 另外 回头来讲 我认为 当然目前 在整个产业栏的话 其实目前面板 在整个电子股里面 算是相对强 那另外呢 各位其实这个货柜 这部分的话 其实基本上我认为 也算是相对强 其实比电子来讲的话 整体来说 还好 虽然说目前长荣啊 扬明啊 也已经涨了一波了啦 但是基本上 目前他们整理的形态 比起大盘来讲的话 已经算是强势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什么叫强势股 什么叫弱势股 你就搞清楚就好 目前你看嘛 大盘已经在 再创转线的新低了 可是呢 长荣基本上 目前修正两天 那连这个 上礼拜四 这跟红棒的低点 都还没有跌破 那这个 扬明也是一样 所以来讲 这个叫做 比较算强势整理 那如果你说 是这种股票的话 那你先放下无访 那看看后面 怎么发展好 那是这个样子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 再讲一次 在这个地方 大盘因为有 有这个整理的这个条件 这个几率是蛮高的 所以呢 手上的股票 强势弱势 你得搞清楚 好吧 这很重要 那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 当然各位 其实目前盘面上 还有一类股票 是这个 有点像是被大家在做押注 什么股票呢 这个观光股 最近 我想你们注意到 这个观光类股 短线有转强 不过当然认为 这个观光类股的短线转强 当然等于是 目前市场上在押 因为总统大选之后 到底哪个政党 会选上 开始在押 不过当然这个押 对不对 那都要到处一翻两灯眼了 但是我是提醒你 市场上 目前似乎有这个迹象在 那你去注意看一看就好 但是我并不建议 我并不太建议那种 保守型的人去押这种股票 因为这种东西到时候 一个礼拜之后一翻两灯眼 对就对错就错 如果对的话 当然你有机会 赚个涨停板 如果是错的话 你就赚个跌停板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这个东西 大家看一下 但是目前因为毕竟在 观光类股这一群里面 起码短线有这种迹象 所以我提醒你大概注意一下 每一次每一次 当一个产业也好 当某些股票 有在动的过程当中 我都会率先提醒你 当时在十月初 我不单提醒你面板可以注意 甚至各位在板卡里面 我还特别给你说 有些股票会大涨 各位 有个三叉叉叉叉的 你知道是哪一支吗 当时我都讲过了 现在我不提这种东西 反正基本上 什么股票好 什么产业好 我都会先跟你讲 好 再来 那目前呢 我现在会暂停一下 所以我说各位 这个地方 如果你到现在 还没有加入我的LINE群组的话 请你赶快尝回这个QR Code 第一个 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又快到了 很多东西我准备要讲不完了 那 所以呢 但是有更多的资料 我都是放在我的群组里面 甚至很多的东西 我盘中就已经放在群组上 各位 因为毕竟节目已经收了盘以后 才有时间来电视台 跟各位做股票的分析 所以呢 更多的资讯 盘中及时的资讯 我都已经老早放在我的群组里面 所以请你赶快 这个QR Code 而且你加入群组之后 你有任何股票操作上的问题 你在后台问我 私讯给我 我都一对一 我都亲自回答你 我想这样对你来讲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好吧 所以一定要赶快 把这个 加入群组 另外各位 其实最近 这个盘面上还有一类股票 短线来讲 表现的是还不错 哪一类 因为现在开始公布 去年12月营收了 那些12月营收表现好的话 最近股票也相对强 各位 过去有一次高价股票的材料KY 这股票大家不陌生了 涨到1000多块钱去 但是后来给你大跌一段 这波的修正 也非常的惨烈 从1200多 回到700多这个地方 修正的非常惨烈 但是呢 这两三天 反而开始低档在这个地方 有点开始起来 为什么 哇 结果它公布的12月营收 看起来大好 这个 其实材料KY 已经将近一年多的时间 它的这个 营收的这个年增 都在一倍以上 都在100多 100多 甚至到了现在 从去年的10月份 甚至跳到年增2倍 那这次12月呢 一样也是比这个前一年 那个年增2.35倍 那月增也是 基本上等于就是 年增月增都有上来了 而且这个 营收的绝对数字呢 也是一路还在创高 还在创新高 所以来讲的话 你看像这种 营收还在创历史新高的 这个 相对比的月增年增 还能够表现很强势的话呢 那当股票当然来讲 而且重点 它短线它跌了一波 跌的蛮多的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短线来说的话呢 那股价反而表现的相对强势 那如果你的资金比较大的话呢 我也欢迎你过来 跟上维国庆 因为这个目前有一些 这个高价股啊 这个随着12月营收公布之后 好好坏坏 涨涨跌跌 有些跌多了 这个有机会涨 有些涨多了 要回去做修正 那这个材料的话 我也是算先提醒你了 这个12月营收看起来 嗯 是还不错 所以而且因为 短信有跌过 所以这个地方有没有机会 欢迎你过来跟上我 你资金大的话 我不遮 我都公开给你讲 好吧 那另外今天有一支股票 盘中也算蛮轰动的 叫做宏达店 盘中涨停 但是收盘有打开 宏达店今天为什么表现强 也是一样 公布的12月营收 看起来还不错 基本上又回到六字头 那个地方去了 那而且是这个 连续两个月月增了 这个已经 12月营收 比11月年增 月增82% 而且年增呢 也开始由负转正了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月增 年增表现还不错 所以而且这个 盈收回到六字头 所以呢 股价也相对强势一点 好吧 那其实像 这些股票 就是随着这个盈收 能够上来的股票 那基本上 就是回到什么东西 我说的标股五律啊 什么股票 比较能够 有 破断的行情出现 那 绝对不是单纯看什么 技术面筹码面 而是一定 在它的这个 未来的这个基本面 或者在未来的这个 整个的发展上 在标股五律里面 它有那些条件 对不对 你说像这个世新KY 为什么能够当股王 对不对 意念来自于它的这个 尤其它的获利 季季高 越越高 所以股价是持续能够 当台湾的股王 原因在这个地方 那另外啊 有没有说像这个材料KY 之前也涨了1000多块钱 也是因为 营收跟获利 就持续在往上走 那另外就是所谓的 切入明星产品 或者有没有说像面板 为什么最近好 因为这个景气上来了嘛 另外就是股价一样 突破的这个整理区 好吧 这个反正 这个做股票这件事情 这个 怎么样能够选强势股 跟上微信的标股五律 另外啊 这个 在这个地方 怎么样能够啊 这个 把握下一波的强势股 太若留强更重要 跟上微信 跟上标股五律 然后赶快加入我的蓝群组 未来的做股票 长长久久 能够把握多少 很好的这个机会 OK 主要是顺利 今天早期各位